炎雅倫12號宣布要在自己生日當天開場啦 記者會上他跟大家預告 這不只是一場演唱會 還是他的私密秀 他將把好多自己的迷音像是地震說 統統搬上舞台 Maybe 是歌曲 但Maybe 也是一種Talk Show 的形式 所以中間會有一段就是 可能坐下來好好跟大家來個 單口相聲這類的 不找人 有在想 但我怕他承受不了我的炮火 蛤 對 會換衣服 這舞台不換衣服 本來就是會衣服嗎 應該連褲子也有換吧 你要這樣 啊 需要墊嗎 需要墊嗎 不用 不用 有沒有要去擦擦以前的習慣 所以說你會跟韓老師聊一些食事 對啊 那你有跟他聊到吃海鮮的東西嗎 所以你也知道我對海鮮過敏 不好的蝦子都會過敏 一句話KO敏感話題真的是太強 而日前阿本在社群 曬出兩人的單獨合照 感謝顏亞倫的介紹 讓他成功轉向幕後 亞倫也回應了 其實我不擔心他 因為就我對他的了解 他 只要是想要做的事情 他都會做到非常非常好 我記得他去學那個 虛擬人技術的時候 他是自己去那個溫哥華 然後那時候就有跟他 通話 就是 是紓解那個離鄉之仇 他有哭耶 他真的有哭 他覺得他很痛 心疼 心疼你的心疼 肥倫海哥有聽過嗎 那你要唱肥倫海哥嗎 這次真的沒有 對啊 都被擦掉了 果然還是那個最敢講的眼皮啊